拳也可以 掌也可以 推出去或者拳打出去 拳打出去伸的 你看我这个拳头 往前伸嘛 是不是这样子伸到这个地方 行还是这个样子往前打的 力量抽回来 力量抽回来 这是放出去的 力量抽回来 放力量抽 行吗 抽回来是 走不要太直 用哪一块抽 全部 用全部抽 不能用肩 不行 因为我这个往前打是 外在的动作都往前打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往前的力量 还是往前 可是同时我有一个力量抽回来 不能用这个 不行 这个是最容易 拳头还是往前走 但是有一个力量 大为大 对 有一个力量 太好了 你手 比你尖的 这样子 我这个力量是往前的嘛 打出去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我这个力量是外型的力量 可是我里面的力量 有 有体会到吗 这样子 这样是拳往前 对 这样是拳往前 对 这样是拳往前 你是往后 可是你拳还是往前 对 对 有这个感觉 它变长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 就这两个 就像一个棍子一样 对 它的力 所以在我打出去的时候 在我这个拳 你们现在把它分开链 就是先往前 往前不要断 然后把力量抽过来 先分开链 可是真的 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打的过程当中 往前跟往后的力量 要同时做 要同时存在 同时做 硬着 不管怎么打 都要这个样子 不然就是野拳嘛 不然就是这样 就这样往前走 这样的拳嘛 只有往前嘛 是不是 就是它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相对力就对 没有相对力就对 没有相对力 所以打到的时候 这个还要一个力量 要往后 对 它不是靠这个 它才会有支撑 因为你都往前 打到一个阻力的时候 打到一个阻力 这个阻力如果比你大 关节就会伤害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讲就是 对 它本身 它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力 所以分成就是说 人家力量一进来 你还要开一个力量 往这边收 你的关节就 就 这样子 相挫 相挫 对 相扛 对 对 对 所以打出去的时候 它是同时 你看 我打出去的时候 如果关节是撑开的 撑开的 对 就跟刚刚练的 一样 一样 那手臂会比较好 好做 所以脚也要做这个东西 对 也是 那我们的脚 腿是 腿是 自然往 往下 自然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管往下 你就是要管抽 抽上去 那还是靠 靠里面的筋 靠里面的筋 往下 是一定往下 是不是这样子 地心一定 地心一定 一定往下 我们要抽回来的力量 去抵消那个往下 抵消往下的力量 行吗 不要用肩抽 不要用肩抽 往前的力量是明的 往回抽的力量是暗的 不要用太空气 不忍耐 有 不忍耐 ach 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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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